莫言老师被选入教材的卖白菜全文赏西 1967年冬天 我十二岁那年 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 母亲苦着脸 心事重重的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十二揭开抗袭的一脚 先动几下铺炕的麦草 十二拉开那张老桌子的抽屉 扒拉几下破布头乱线团 听一下啊 基本上六几年的话 这个状态是差不多的 就是炕头啊 这个铺炕的草啊 或者说是桌子啊 这个线团啊 这个是很符合事实的 嗯 你还知道 母亲叹息着 并不时把目光抬高 瞥一眼那三颗掉在墙上的白菜 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 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 叫着我的乳名说 射斗去找个篓子来吧 这个白菜啊 白菜如果说想保持新鲜的话 就是接下来的文章里边也提到了 是吧 这说的是一个寒冬啊 北方的寒冬 然后把这个白菜挂墙上 是吧 您是想做风干白菜是吧 是吧 呃 小事的话 就是我父母那一辈的话 就是等我长大了 已经没有这个传统了 但是我爷爷奶奶的话 他真的会就是偶尔冬天的时候挂几颗白菜 放在那个就房子的最北边 就是那时候挂西北风 然后把这个白菜给吹干 剩下的所有的白菜啊 所有的新鲜白菜 如果你还想吃新鲜的白菜的话 全部进地窖啊 全部进地窖我特别记得清楚 小时候去挖那个地窖 因为你只有把白菜放在地窖里边 你才能既能保持新鲜啊 另外一个你还能保存的长久 像这样的是挂墙上风干白菜呀 娘我悲伤的问 你要把他们今天是大吉 母亲沉重的说 可是您答应过的 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 话没说完 我的眼睛就涌了出来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 但他没有哭 他有些恼怒的说 这么大的汉子了 动不动就抹眼泪 像什么样子 我们种了104颗白菜 卖了101颗 只剩下这三颗了 说好了留着过年的 说好了留着过年 包饺子的 我哽咽着说 在这我很不明白 你说这104颗卖101颗 你要说是108颗的话 138颗这个我还能理解是吧 是不是104颗或者说101颗有什么寓意呀 然后还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 掀起一巾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 我把脸浮在母亲的胸前 委屈的抽叶者 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 抚摸着我的头 我嗅到了她衣巾上 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 为什么会在她母亲的衣巾上 有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 为什么 长期接触白菜吗 所以说证明她不是 不是说能碰到这三个白菜吗 我也说不太好 透过朦胧的泪眼 我看到母亲把那颗最大的白菜 从墙上盯着的木椰子上摘了下来 母亲又把第二颗 那颗第二大的摘下来 最后那颗最小的形状圆圆的 像个合上头 合上头的 合上头式的吗 不应该是 也脱离了木椰子 挤进了篓子里 我熟悉这颗白菜 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 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 那一行的拐角的位置上 小时被牛犊 或是被孩子踩了一脚 所以它一直长得不忘 当别的白菜长到脸盆大时 它才有顽口大 发现了它小得可怜 我们在浇水施肥时 就对它格外照顾 我曾经背着母亲 将一大把化肥 撒在它的周围 你不觉得有毛病吗 六几年 背着母亲 把一大把化肥 化肥啊 你要知道 它说的是化肥 撒在一颗白菜上 首先来讲 作为一个村里长大的孩子 不应该不知道 就一抛尿 就能浇死一颗白菜吧 村里长大都知道 就烧死嘛 就像那个 我们小时候 在村里边的时候 你就去家里 比如说某家人养猪 然后把这个猪粪堆到树下边 那树肯定就过几天就死了 就纯粹被烧死的 还有就是它这个化肥 它是从哪来的 六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 所有东西都是集体制呢 你哪来的化肥 我看到有网友说 怎么不能化肥吗 是吧 那时候还可以买啥的 首先来讲 第一 那个年代的投机倒把 你真的敢吗 第二就是啥 你即使是真的能买来化肥 化肥啊 战略物资 那个年代的战略物资 纯纯的战略物资 那么一大把化肥 你扔一颗白菜上 败家玩意啊 这是 那个年代 所有的都是农家肥 所有都是农家肥 我父母那一辈 就是60后 的确说过 像尤其就像 那个马粪 驴粪 你还是去捡的 你懂的吧 就是平常家里边 可能就用的什么 鸡鸭鸭鸭 这那的 这种饭 或者是猪饭 这一类的 绝对没有化肥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还记得 之前我在视频里边 说到 慕言老师 捡麦碎不 后来分析 后来我在那视频里边分析 绝对不是捡麦碎 母亲知道了真相后 赶紧将他周围的土换了 才是他死里逃生 后来他尽管还是小 但卷得十分饱满 收获使母亲拍打着他 感慨的对我说 你看看他 你看看他 在那一瞬间 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珍贵的欣喜表情 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 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这一点还行吧 就平时感人 就读到这 唯一的我的一个感受 就是这篇文章 平时感人 我这么一篇文章有啥好来 即使在邻村 距离我们家有三里远 寒风凛冽 有太阳 很弱 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 不时有感激的人 从我们身边抄过去 我的手很快就冻麻了 以至于当篓子跌落在地时 我竟然不知道